小小蜡蜜 穿花衣 红黄的绿红美丽 小朋友们 我们欢喜 好个竹花笔笔 花小鸟 飞在南天里 花小草 咱们在春天里 赢花太阳 花花过去 祖国 祖国 我们爱你 祖国 祖国 我们爱你 今天不行 今天我女儿在这边演出呢 明天呗 行明天上午九点吧那就 好吧 好好好 那说好了 明天见 挂了 小川 黄老师 我有个事我得跟你说一下 但是你不能觉得我多事 你这一生气的骂我狐顿 可今天那个谁啊 那个小葫芦的爷爷奶奶都来了 所以这事呢 我觉得我怎么都得跟你说 你有话就直说呗 是关于小葫芦的教育问题 我虽然不懂教育啊 我也不是一个什么正经的老师 但是这事我要不跟你说吧 我心里面都特别变了 所以我还是得跟你说 你能不能别车国路话来回转 你直接说 你没看出来 今天小葫芦不太开心吗 看出来了 没站中间嘛 孩子都想表现自己 我知道 真的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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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你这典型的大人逻辑 小葫芦的逻辑是什么 站在中间的就是最好的 如果不能做到最好 爷爷奶奶就会说 这儿的学校不好 就会嫌你没有教育好 他就没有办法在这儿上学了 孩子表现自己 不是为了正强好胜 而是害怕离开你 我们小葫芦吃口蔬菜 饮饮要均衡 谢谢爷爷 乖 谁说我们小葫芦挑食啊 一点都不挑 奶奶 妈妈每天都做好吃的给我 还给我读故事 还给我很多字 是吗 现在认识多少字了 很多很多 我今天唱歌没站在中间 是因为我长得太高了 长太高啊 站在中间是不好看啊 对 以后回昆明上学 奶奶呀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爷爷给你读故事 爸 其他的事都好说啊 针对于小葫芦上学这件事 我想跟您再商量商量 其他的好说 上学必须去昆明 孩子教育的事不难耽误 这事不能提你的 我是这么计划的啊 小学呢就让小葫芦在这儿来 初中的时候再让他回昆明 那学习能跟得上 人家赢就赢在起跑线上 你要非说有起跑线这回事 那我觉得 父母才是孩子的起跑线 我跟罗全大学毕业 我做点小生意 他卖个净水器 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孩子的 非常有限 那么 给他一个相对快乐的童年 和不去约束他的未来 是我们觉得 目前能给到他最好的东西 听你说的什么话呀 不约束不管 我们小葫芦这么聪明 以后明显地 比你俩加钱都强 你们两位本事 就不打算 好好地培养孩子了 怎么不培养啊 把他送去学校 不就是在培养他们 还要怎么培养 非得给他报个班 让他学学乐器 学学画画 然后学个奥数得个奖 这才叫培养吗 那谁不送孩子去学点艺术 学艺术可以啊 我们村里就有艺术氛围 我可以让他学刺绣 学渣染 学雕刻 最近我们村里 还来了两个画家 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也可以把小葫芦 介绍给他们 小声点啊 这是在外面呢 别影响别人 是啊 小川 之前我们怎么说的 是吧 我们之前的时候是说过 咱不得根据孩子的变化 而变化吗 我看小葫芦跟着你 早晚一天养肺 怎么叫肺啊 我们小葫芦现在 有很好的阅读习惯 很强的求知欲 他很勇敢很善良 很有爱心很讲义气很懂礼貌 你们知道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吗 他想当一个宇航员 这在您眼里是肺吗 在外面呢别吵架 你怎么当爸爸的 我怎么当爸爸的 你怎么当爸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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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曾经晚上 江派车 就这像是样子 我身心合这个 好了 就你的 休息不行 碰到这个 大晋诞 你headed 龍花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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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的 黑膽晃晃晃晃跳舞 霧魯 阿媽問你啊 平時 我是不是有點胸了 真的 那你希望阿妈变成什么样子 你告诉我 我改 我希望你变得开心 还有呢 没有了 变得开心以后 你就是一百分 霍罗 妈妈现在也告诉你啊 从今天开始 你也不用什么事情 都要做得那么好 不用非要得第一名 不用 什么事情都那么地懂事 也不要刻意讨别人的欢心 只要你过得快乐 在阿妈这儿你也是一百分 真的吗 那我要去河边钓虾 如果我跑去河边玩 你还是会打我 对 你好 师傅 对 我在这个尔河北路这边 好的 好的 拿出包 走 拿好你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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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后来 我爱你 起来